据台湾媒体报道 获悉乱字获选为今年的台湾年度代表字 韩国瑜第一时间表示 台湾百姓的现况就是心情闷生活苦 对未来茫然 而这三个现象加起来正好就是乱 韩国瑜表示 民进党当局为了连任不择手段 他呼吁台湾选民 明年用选票好好做出选择 让2020年终结乱字迎向安居乐业 7号上午 韩国瑜在苗栗 为中国国民党及民意代表候选人 徐志荣站台时再次发表感想 到底台湾发生了什么情况 是不是台湾生病 是不是台湾人民不快乐 据悉 此次乱字共有两位推荐人 分别是大导演李安 和台湾清华大学荣誉教授李嘉童 哎呦很乱啊 真的很明显啊 到处都绷得很紧 李安表示 他希望台湾民众有一年可以做到何这个字 李嘉童则说 台湾普庸马列车事故 教改等事件是他悬乱的主因 他表示 因为普庸马事件当局始终没有给答案 再加上教改所造成的种种古怪问题 使我觉得实在有点乱 台教育部门前主管 所谓中研院院士曾志朗认为 这一切的乱源都在于台湾缺乏互信 互相不信任到极点 所谓司法改革 教育改革 年金改革等等新制度的推动 往往是被公办 混乱不安 据报道 今年台湾年度代表子评选结果 第三名的U字 第五名的金字 第六名的绿字 和第八名的榨字 也都延续了乱的主轴 第六名的绿字